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為什麼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這個議題 突然之間又拿出來說呢? 其實是有什麼問題呢? 我想主要是從教科書開始 因為首先報紙有四個版本的新教科書 對香港的基本性有不同的寫法 再加上立法會原諒美芬博士 又在立法會裡講了一番香港不是殖民地的解釋和說明 我們做記者當然是乘機解釋 不是解釋的 為什麼會? 其實理據在哪裡呢? 理據很簡單的就是 從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來 這個是中國歷任政府的一貫立場 你知道本身是不是殖民地呢? 它不單純是一個法律問題 還是一個政治問題 就是從1841年12月26日 英軍登陸上環瑞坑口開始 英國在香港有百多年的統治事實 但是這個統治的事實 是算殖民地、佔領地、居留地、管理地 對不起 你不同的政治立場 都有不同的看法 香港有一條跟澳門很不同的 澳門一開始就是一個居留地來的 是一個沙圖民來的 後來就變成租借地 既是居住地又是租借地 每年給500兩百民、一個萬兩船抄 於是蒲國佬就一直住到現在 但是管理權呢 是1999年就還回 所以主權就一直到中國那裡的 蒲國方面有一陣子扭過頭,但問題都扭不了,國家太弱了 所以最後都承認了這個事實 所以187年的中蒲日和很通常條約 第三條有關澳門法律地,說是寫得很清楚的 蒲國人在澳門就永久居住和管理的權利 居住和管理,沒有說主權給了你 還有要把這個地方給別的國家,中國找他才行 要承認,很明顯是主權人物 後來1979年的時候,中蒲建交 在雙方簽的秘密備忘錄,其實是秘密備忘錄 這裏也講得很清楚的,澳門只是蒲國的一個管理地區 蒲文叫Delitorio Administración 後來蒲國也將這個管理地區寫入了葡萄牙憲法 第二條第三條裏面 蒲國自己都承認這個地方不是我的 我只是暫時先管理地區 就是這樣 所以澳門的主權地位一向很清楚 那裏就不是殖民地 蒲國佬有一輪博弄定義為海外省 叫做Provincial Agutamalino 但後來中國也不理睬你 最後的死死氣都承認是中國的島地 就蒲國佬暫時先管理 但英國的條內和香港都不同 所以香港的這個是殖民地不是殖民地 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一種是英國認為生了條約有效 所以是屬於香港和英國的海外殖民地 曾經有幾次講法都不同的 在1981年國籍法通過之前 就叫做BDTC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y 就是英國的附屬領土 後來就去到 通過了新的國籍法和新的有關法律之後 就變成英國的BNO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就是這樣 就不再說其他估計的事情 就英國來講 一貫立場到1997年 6月30日夜晚截對為止 英國方面的立場 因為生條有效 就是香港是英國的職務 有兩個法案 就是叫做香港憲章 一個是英皇制高 一個是皇室訓令 就是管治 這個是英法 但是為什麼現在拿出來說呢 因為中共認為香港不是英國殖民地 這件事 自1972年已經是這樣的說法 不是自1979年 是自1949年 他說不承認所有 因為1949年 受以後立國的時候 就由那個 全國政協 當時全國政協 是一個臨時國會來的 通過的共同綱領 就是臨時憲法 就已經講到有些條約承認 有些條約是不承認的 香港這三個條約是屬於承認的 所以 從中外人民各國立國以來 一直都沒有承認香港的殖民地 這件事不是共產黨制了法明 其實不承認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黨法明 所以1912年之後 國民黨也曾經有幾次跟英國人談過英國 最重要的是1941年 1943年的廢除不平等條約 當時蔣介石派出的代表 當時外交部長顧維坤 就跟英國的外相羨慕 說得很清楚 香港也要收回 但英國人都立場了 當然 當時就把香港定為九龍租借地 當時只是談南九龍半島和北九龍半島 即是新界 就沒有談過香港島 就不看著才不理智 但不理怎樣 英國人都說 我已經什麼古江租界 漢口租界 上海租界 連廬山都避暑聖地 都還給國民政府 說得很厲害 讓我休息一下 好不好 香港暫時不要談著 先開閉 怎麼想不到呢 就夠了我們幾百萬香港人 一開閉就開閉到1997 所以歷史有時候是這樣的 機緣巧合 鬼屎神推 但這件事 我覺得 現在為什麼同題 我這件事 可能要問回 梁美芬 問回北京港澳辦 和中聯辦 還要包括香港特區政府 審批教科書 中國教科書 那些有關咪求 因為一定有機構提出要求 教科書才改 抹白改教科書很貴 家長要用了很多錢 阿坦 我想問一下 1972年的時候 中共加入了聯合國 或者恢復聯合國席位 他自己叫 一年左右 向聯合國 某個機構提出 說把廣告不放在非直化的表裏 是否有這樣的事 有 我讀條條文給大家看 好啊 香港大使記 1972年的大使 1972年有幾件大使 其中一件大使 當時中國駐聯合國 常代表黃華 黃華大使 通過備忘錄方式 知會這個 人老 近視 已經老化了 這個備忘錄 被聯合國 非直民地化特別委員會主席 反對將香港、澳門 聯合反直民宣言 適用的直民地地區 名單這種 並且要求立即從非直民地特別委員會 特別委員會的文件 而聯合過其他文件中 取消香港、澳門的所謂的 當時聯合國也接受了中國這個抗議 將香港和澳門從直民地名單裡面剔除出去 所以幾十年前都是這樣 都不是今天這樣 舊遜容就是沒有什麼新意 只不過香港人大部分人不讀書 特別是記者 記者不讀書 香港最大的問題 記者是沒有歷史記憶的 學者也是不讀書的 那不可以一個而論的 阿譚 我想問你一件事 中共在1972年提出的時候 是不是它under一些壓力呢 聽說前蘇聯一直攻擊中國 應該不是under壓力 under壓力不是1.72的 under壓力主要1.62年和前蘇聯反面 那蘇聯就寫了好幾篇文章 在《真理部》發表 就說 你這麼反帝國主義 為什麼你不收回香港、澳門兩個職民 你們兩個帝國主義侵略的職民地啊 哇 於是共產黨一個火鬼就寫了九評 九評蘇聯共產黨寫了九篇文章 在《人民日報》天天罵 其實最重要的壓力是來自前蘇聯的 因為它跟這個中國共產黨反面嘛 關係搞得很差 相關的關係 監獲最重要都不是因為香港的罵來罵去 是真老島事件 直接開拖 在哪個界點 直接彈套車出來 哇 打得不領導 所以聯合國的單 其實你問我 我本身寫《碩士論文》 有一張專寫在這裡 其實跟當時的一些壓力有關 因為當時事實上的兩股壓力 就是希望香港和澳門獨立出去 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 其中有一個途徑 就是香港海德論壇創辦人 馬文輝的老先生 他提出先將香港交給聯合國托管 然後通過公民投票 獨立成為一個國家的 港獨之父 其實就叫做馬文輝 幾時都輪不到香港那些黃絲 什麼綠絲 KOL的 馬文貴先生 他最後十年 我回到香港 就有空和他喝喝吃吃 所以我和港獨之父 他是很朋友的 當然我不接受他的說法 因為你根本不可能 都會說了多餘 當時的確是有一份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當時講港獨英國佬 又不給呢 根據馬魯先生跟我說 因為他又要給一些壓力給共產黨 你不要搞我啊 你搞我的話 我會被香港人獨立 就是中國維合國托管方式 人家是玩東西的 所以當時斬斷這條路 中國一重新加入聯合國 然後取締了中華民國聯合國的常委 理想會立即要解決這些問題 好 第二股力量是什麼呢 第二股力量就是 這個叫做外國勢力 又外國勢力 英國佬 剛才我說了英國佬 如果你沒有英國佬 他哪有可能 除了蘇聯的批評之外 另一隻英國佬 縱容港獨分子在香港搞事 前後兩大勢力 一個就是蘇聯 一個就是英國佬 在背後支持或者縱容的港獨 那大家 不吃勢力的 先跟你說 沒錯了 我正想說 馬文輝有何影響力 馬文輝根本沒有影響力 在香港 馬文輝沒有影響力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他本身在先師公司集團裏面 他本身就不是話事人 講得難聽些 有名氣就沒什麼錢 他是我們中山人來的 先師永安兩間都是中山人 都是在外國做了華僑 他本身就賺了一筆錢回來 去百負公司 去百負公司 拿到上海 那家族有錢 就不等於他自己有錢 第二件事 當時大部分香港華人 就是佔大部分人口香港華人 當時很多都是新移民第一代 或者第二代讀我的學校 當時我國學校有兩隻 一隻就是右派國民黨 一隻左派就是共產黨 有一半以上的學校 都是說香港是中國領土 你們是中國人 所以你沒有群眾基礎 就沒有錢 基本上是沒得搞的 簡單說 當時大部分香港人都是被巡 避巡來香港 為何避巡來香港 我不說了 我們回到Yellow Star 是否屯門或元朗煎水圍 大停電令到Yellow Star 我節目不是那麼少人看 只不過今晚大停電有些影響 另一件事要說 會否因現在英國 被香港拿BNO的人有居留權 令到這個問題 香港不是殖民地的問題 重新拿出來 令到英國人被香港拿BNO的市民 有居留權 失去了合法性 會不會是這個原因 不會不會 你記住國際法是這樣的 是否被某一批人可以通過LOTR 5加1 或者類似方式 成為本國一個合法 或者完全公民 純粹是某一個國家的主權行為 他國無權干涉 也沒有 事實上現在英國人 被持有BNO的人士及其家屬 通過5加1方式移民英國 成為英國本土公民 其實是合理合法的 因為這些人應該是有聯繫的 而且這些人雖然持有第六項英國護照 BNO 第六項英國護照有六種等級 但他都是英國的海外國民 我現在想起一些跟自己有關係的國民 順便每個家庭起碼拿回幾百萬 一個四人家庭的英國生活 一年的話 差不多都要花一百萬 六年百萬一個家庭 我撿回十幾二十萬個 真是很開心 而且現在英國國內人口這麼老化 我寧願收禮香港人 好過收你那些烏干達 坦桑尼亞那些 你明白嗎 這個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他們不太喜歡東歐人 認為東歐人搶去他們的工作 認為烏克蘭和波蘭搶都最厲害 是啊 因為我聽過人說 他們支持英國脫歐是一個原因 這些東歐人來搶去他們的工作 錢不在英國花又寄回家鄉 是有這樣的看法 阿譚 說到這裏 都晚了 那你是否今晚有兩本書要介紹 有 你不用拿了 我已經 剪了出來 嗯 領江耀自選 有兩本的 兩冊的 上下兩冊的 嗯 這個回憶 拿來了 官定版 官定中文版 他本身是用英文寫的 但後來官方翻譯成中文 那你港獨 KOL 或者是一些黃絲 如果你真的要好好地學習 如果你要違反香港國安法 那要好好向這位新加坡國父學一下 真是 人家多厲害 其實李光耀要爭一些 當時大學畢業就爭一些法 來香港做律師 嗯 一個同學在香港開律師樓 就邀請他過來 但問題是 他覺得 走來香港 離鄉別井 都是喊西加坡好了 那慢慢就先做律師 再從政 從政的過程 經過很多迂迴曲折 從政官方翻譯成中文 日本人 很廉忍